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海外中学汉语教学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然后是海外中学生的汉语学习特点及需求 随后我会介绍我自己关于中国语言文化课程的教学设计及教学方法 最后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课程的教学效果及教学经验 那么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文纳入了基础教育的行列 以拉美地区为例 目前智利 哥斯达利加 巴巴多斯 巴拿马等国家 都已经将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 为大中小学生开设中文及中华文化课程 其他拉美国家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来鼓励中文的发展 那这也导致我们的教学对象及教学情境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趋势 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去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 来满足学生的学习特点及学习需要 那今天呢我就主要谈一谈面向海外中学生的汉语教学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呢 我发现当前海外中学汉语教学主要面临着以下三个问题 一个是课时少 约束小 还有学生的稳定性不强 以我曾经授课的这个中学来说呢 汉语只是一个选修课 所以他课时比较小 课时比较少 每学期只有30个课时 这和我们孔愿其他的常规课程相比呢 我们孔愿其他课程都是60个课时的 这个课时量是直接减半了 然后由于选修课不记录记点 也不影响学生的期末成绩 所以学生很有可能会因为学习动力不足 而产生这个卷带或者课堂纪律散漫等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中学给学生提供了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选修课 那汉语只是其中一个 学生会倾向于每学期选择不同的选修课 因此我们学生的稳定性就不是很强 他学习汉语的连贯性就有所欠缺 所以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 和如何留住学生 保持学生汉语学习的连贯性 如何让学生在短暂的一个学期中 学到更多的内容 是我们授课教师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那在海外中学生的汉语学习特点和需求方面呢 我有以下感悟 就是我发现和其他年龄段的学习者相比 中学生对于中文和中华文化的这个兴趣是更大的 就是不像一些成年学生 他可能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就是为了参加HSK考试 或者说就是想到中国留学 到中国工作 所以他对于语言知识的需求量会更高一些 那我们中学生他对于中文和中华文化都是很感兴趣的 对于语言和文化有着双层的需求 而且与其他年龄段的学生相比 中学生更加的活泼好动 积极活跃 所以他们会期待课堂中有更多的互动 游戏和竞赛环节 再一个 中学生他对于新事物是充满好奇的 他们非常渴望了解更多的跨文化知识 这也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中给予更多的补充 那最后一个就是中学生他其实还处在一个青春期发展的阶段 所以会存在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的问题 那这个就需要我们授课教师去呈现更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因此呢 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保持中学生的兴趣 满足中学生的学习需求 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 格外注意 接下来呢 我就介绍一下 我在充分考虑了这个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需要之后 进行了一个教学设计 我的教学目标总体上遵循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那在语言方面呢 是要求学生掌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基础词汇 以及专有名词 这里的基础词汇就是我们HSK一节二节的一些基础词汇 那专有名词呢 就是一些像春节 故宫 长城等专有名词 在文化方面呢 是制定了文化认知目标 文化情感目标 以及文化技能目标 三位一体的一个文化教学目标 所以是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对学生有一些要求 那第二个呢 是设计原则 主要是采用了主题式的设计模式 在每一节课呢 都设置了一个中华文化的主题 像我的上学期的课程就根据学生的兴趣 和我自己的特长设计了这个节日 国学旅行 音乐 京剧等等专题的内容 那与此同时呢 我也会注意各个主题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使我的教学内容能够串联起来 那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上个学期做的这个中国语言文化课的教学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像前两周的话 主要是介绍汉语的基础知识 包括拼音和汉字 在语言知识方面会向学生介绍生母 孕母声调 还有基础汉字 然后在文化知识方面呢 就会介绍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这个问候方式和姓氏文化 还有这个汉字演变以及甲骨文 那其他的专题课程也是 都分别有相应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让学生有更多的一个知识的输入 那在教学方法方面呢 基于中学生的特点 受课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采用讲解法 情境教学法 以及游戏教学法等等 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更强的教学方式 来达到一个更好的教学效果 那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 我在使用这些教学方法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和经验 首先说一下讲解法 在使用讲解法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会变成教师的一言堂 就是教师一直在输出 其实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设计更加清晰易懂的讲解内容 尤其要注意语言不能太复杂 其次要注意 在授课时候进行文化对比 要尽量选择与学生文化背景差异比较大的内容 来提升学生的兴趣 第三点是可以采用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进行展示 比如很多老师都会用到的图片 视频 实物 那我这里再提到一个就是手绘画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 因为我的普语其实没有那么好 那我在给巴西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用到这个指示图和手绘画 比如有一节课我给学生讲解中国的农历 我说农历和这个月项变化是有关的 这句话我自己很难用普语表达出来 但是当我在这个黑板上画出来这个月项变化的时候 学生们就一目了然了 那第四点就是要注意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互动 教师可以通过提问讨论互动等等方式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参与 接下来说一下情景教学法 在使用情景教学法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需要给学生营造这个情景 那接下来我就分享几个我自认为比较有效的 这个营造情景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是制作主题课件 像我之前给学生介绍北京旅行专题的时候 就制作了这样一个主题课件 是由两个学生 两个初次到北京参观的学生 由他们来带着大家一起参观北京 然后学生们都反映啊 这个非常的有互动感 然后第二个是角色扮演 这个就需要由教师来设计情景 让学生去扮演特定的角色 相信很多老师也会用到 那需要注意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一定要贴合学生的真实生活 比如在面向中学生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没必要让学生去模拟 两个老板见面该如何打招呼 那我们设计的情景 应该更符合学生的这个身份 比如说新生见面 如何相互的自我介绍 然后如何认识新朋友 或者说在校园里面如何问路等等 第三个是实践体验 就是对于实操性比较强的文化内容呢 我们可以在课堂中设置情境体验环节 那我曾经就给学生设计过 庆祝祝春节还有体验比赛 这样的情境 然后学生也是表示非常的有参与感 都很乐在其中 第四个是虚拟情境模拟 因为现在的虚拟现实技术发展的很迅速 那我们在教我们在课堂中也可以进行及时的应用 例如在介绍故宫或者敦煌等等景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官网上或者微信小程序上的这个 VR在线观览全景来给学生进行一个更全面的展示 接下来说一下游戏教学法 那在使用游戏教学法的时候就需要注意 我们的游戏环节不能仅仅是活跃课堂氛围 还需要将课堂内容与活动环节联系起来 对于课堂中涉及到的语言与文化内容呢 要进行复习和操练 那像图片中展示的就是我给学生设计的一个 十二生肖翻翻卡的活动 学生呢分成两组竞赛 每组轮流派出一个同学跑到前面去翻卡 然后翻一张生肖卡 然后把这张卡放到对应的顺序 然后哪个组更快 哪个组就取得胜利 那在这个活动中呢 就是充分的复习了我们当场课学习的这个数字和生肖的知识内容 然后我将在课堂中较为实用的这些游戏整理成了一个合集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在这里全部都说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设计过的一些教学游戏 然后我之后会把这个链接发送到评论区 感兴趣的老师可以去看一看 那最后我们请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学效果及教学经验 在学期末呢 所以学生都表示是非常满意 然后有20%的表示满意 但是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内容 还有7%的计划表示不满意 因为他们期待学习更多的语言知识 所以呢 经过这一学期的教学实践 我能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语言与文化相结合 面向中学生的课堂是十分有效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 在语言与文化内容的战品上面 需要教师去多下工作 进行更有科学性的设计和安排 然后需要教师带着学生平时的进行复习和复现 来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和掌握所学的内容 然后就是这个教学模式 对于教师的知识处理量要求是比较高 并且教我们教师对于教授的内容 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生活中呢 就要多去勾集 多去积累一些教学食材 那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学生内容 谢谢大家